我自己目前是有喜歡的人 有啊 熟悉度到一定的階段之後 就直接結婚有可能 算是第一次一個人出席活動 對 後來有發現 來不及緊張 對 還可以啦 就因為畢竟拍戲也都是一個人 然後我們被生出來也都是一個人 所以一個人很正常 楊佑妮有對你悔恨過嗎 因為楊佑妮她還蠻像一個人 她有考量到我的能力啦 她可能只能推坑我一些比較卡通表之類 對 但是好朋友軒瑞今天好像有傳出 就是談戀愛嗎 有 我剛剛看到 有關心她一下嗎 因為我不認識 就是文章裡面寫的那個女生 然後也沒有見過她 所以我打算見到軒瑞之後 再找時間跟她關心一下 因為想說這個時候關心她可能也不適合 那你們現在都不會聊感情類的事情 主要是我不太敢知道她們的事情 因為不然的話 就是可能被其他人問什麼的 我也不好意思 可能說一些 呃 事事而非的話 對啊 就不要知道會比較 自己會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是故意不要知道嗎 對 我故意的 嗯 我自己嗎 我自己嗎 我自己目前是有喜歡的人 對啊 嗯 有啊 嗯 呃 這個可能就涉及到隱私 的東西 因為畢竟是別人的事 我也不好意思說 對啊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那到什麼階段 就是可能我喜歡她 她喜歡我吧 之類的 所以你有告白嗎 嗯 告白 我覺得現在可能年輕人 都不太玩告白了啦 因為我自己也是 把自己當年輕人 就 就 就感絕對的就是一起 生活嘛 一起做一些事情 然後一起成長 對啊 但就不會很明確的說 啊我喜歡你 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比較少這樣 所以你們在一起嗎 欸沒有說過 但就是 也許會往這個方向發展 對啊 說不定也沒有要在一起 就這樣當朋友當朋友 然後彼此喜歡 到了一個熟悉度到一定的階段之後 就直接結婚也有可能 還是姐姐嗎 姐姐喔 這個好像就不太能講 你們兩個就做了 最浪漫的一件事是什麼 最近 有看到一些不錯的藝術品 就是跟她的生肖 還有星座有關的東西 我有把它 先買起來 等她生日的時候 準備要送她 對我自己覺得還蠻殘忍的 這個對象她最新年紀 是什麼 我覺得是獨立欸 因為我還蠻需要自己的生活空間的 然後 加上我們 工作的時間 然後 各種東西都不太穩定 所以如果說 另外一個 好朋友 他可以有自己的 獨立的生活 那對我來講還蠻輕鬆的 就比較不會那麼有壓力 對 你說到有可能是會想說你什麼 可能不至於啦 但如果有什麼萬一的話 也許會 對 之類的啊 對啊 嗯 嗯 我是會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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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